是的 我們來講講古思堯 古思堯這件事被判 這件事是非常非常離譜 我們知道現在有煽動意圖罪 現在可以告就告 不會像以前那麼忍手 現在可以做人渣也會做 古思堯這件事發生在區議會選舉當日 他原本整理好棺材、標語等 他打算去選委會去衝擊、示威 但最後他沒有出法 就已經被捕了 他拋到現在 終於判了 判了九個月 怎麼判呢 你怎麼判呢 這是未試過的 你是未出法 就先煽動 社會裏面如果你不拘捕人的話 根本上 古思堯去示威 個個都習以為常 不會因為他這樣做 就煽動到多少人 仇恨到政府 今天是蘇惠德 裁判官蘇惠德 蘇惠德是有心 心有事的 換心法官 換心法官 即是他避過了47人案的法官 那個人 他原本在審訊的時候透露 他說 示威之前一天 他準備前往選舉事務處 就自己帶上棺材示威 他認的 其實他認的 他亦都會想著 他的計劃是灑溪前的 出法前就被捕 警戒之下就表示 很老實 顧思堯 所以他沒有請律師去辯護 其實他從來都不醒 今天11點 我就會去選舉事務處 抬棺材示威 10點出發 去到發聲明 和叫口號 打倒共產黨 結束一黨專政 愛國愛黨食屎都發達 一國兩制送殯儀館 愛國愛黨分個議員 即是哪個愛國愛黨 我分個議員給你做 是大的意思 政府倒退一個甲子 即是60年 即是政府突然間 就倒退半世紀了 現在就是 他在錄影的會面 這些就是那個證據 現在就變成呈堂證供了 但是 他自己承認你 他有這樣的計劃 但是現在 就創出一個新的 因為其實 我不知道 這個叫煽動意圖罪 普通法的下面有罪行 香港呢 又是普通法的地區 你會不會影響到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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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也有說過 示威的目的 抗議參選名單一面倒 導致出現小圈子選舉 而自己預先通知傳媒 到達採訪 到場採訪 他有一國兩制送殯儀館 剛才說過 他也承認 整個過程都告訴你 但問題是 你未出發 未做整件事 原來 你只要有這個意圖 有這個計劃 你自己認了 即使你沒有出發 他都可以當你是做了來判你 現在就是這樣 看看蘇惠德的判詞是怎樣寫 那蘇惠德呢 那蘇惠德呢 他就 十五次案底 這些不用說 大家都知道 那求情的時候 我再看看求情的時候 那他 應該先講了那個判詞 他有判詞之後 才講求情 那個判詞 你 你用象徵死亡 和結束的棺材 和灑溪錢 作為寓意 目的就是推翻中央政府 目的 我們當然 入罪的時候 普通法罪行 這裏講犯意 講目的 目的就是推翻政府 令到中央政權結束和終結 這裏寫在判詞裡 是非常之落後倒退 你經常講的 現在23條 同一時間 23條立法要諮詢 鄧炳強 你經常講 鄧炳強 就經常跟我們講 就是說 你說什麼 都是言論自由 但是最重要 就要看你那個 說什麼的目的是什麼 譬如他講過一件事 你23條 你說事實都可以犯法 你重複這樣講 即使你說事實都好 是有加鹽加醋 是不是 接著有惡毒又成 那你可能犯罪 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現在 蘇官 蘇維德 他就代入你的腦裏 就說你的目的就是 要推翻中共政權 去中央政府 令到中央政權結束和終結 那當然 這就是對應他所說的 結束一黨專政 你叫結束一黨專政 那就是 等於你的目的就是 推翻中央政府 就是 你以口號來定罪 這就是 當然 這麼多年都是四五行動 四五丁有做 怎麼實際上可以推翻到政團 我真的不太明白 你看旺跡 你就沒有試過 你叫口號可以叫倒一個政團 鄧小平也有說的 共產黨是麻不倒的 對呀共產黨是麻不倒的 是不是 可以讓你繼續叫的 對呀 那你估思堯 其實他自己的所作所為 都是在響應著 鄧小平所說的一國兩制 既然老等說 共產黨是麻不倒 就算我說的話 我也是純粹表達一種意見 是不是 就不會最後 真的令到你 是可以被麻倒的 嗯 但是現在 即使你示威也好 怎樣也好 你沒有出發 他都可以定你罪了 嗯 這就是我們昨天說的 暗流湧動 是嗎 是呀 這就是夏寶龍所說的 暗流湧動 你很明顯是暗流來的 這個暗流 就是想說 推翻 中共政權 結束一黨專政 你正在湧動 我不讓你湧出來之前 我已經被拘捕了你 但是過往幾次 這些執法 他看到如果你社民連想示威 想示威 但是最後因為國安阻止 沒有行動 其實都是拋你 拋完你之後 都是不告你的 但是現在真的被告 現在真的被告 就是震懾你 那個玩法是 但是阿古思堯呢 就不會怕這些事情 是不是 就是他怎樣去 為自己求情呢 他怎樣為自己求情呢 他怎樣為自己求情呢 他求情是很有趣的 他就 他說 喂 我呢 這麼多年一直都是和平示威抗議的 我是落於成為社運鬥士 民運勇士 民主人權烈士 他說這番話已經被他打斷了 就是 又是不讓你說這些政治宣言 是不是 之後他就說 香港揚受已盡 隨時 黃泉路上 一路走好 就是說 他說這些事情 其實他被警告很多次了 他說其實是 他說什麼 在國安法生效之後 出現大時代大災難 23條亦即將立法 部分香港人只有兩條路選擇 一條路就是吃飯睡覺 休息 又被他打斷了 他說不要發表意見了 連發表意見都不可以 你說一下自己個人背景 讓他扔波鐘就算了 古思潮就說 我背景很簡單 始終都是希望香港有真真正正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 他都是扭曲說 國安法實施 23條即將立法 香港人一隻腳在陰間 一隻腳就在陽間 就算怎樣大叫 都找不到自己的山墳 千古其冤 香港四十七子 未經審訊已經坐了幾年監 然後蘇維德又打斷了 法庭不是讓你發表言論的平台 那你叫他去自己求情 其實求情 你怎樣表達也好 你怎樣解釋你的動機 你怎樣解釋你的動機 怎樣告訴法官你是值得可憐的 是吧 這個是一個 法庭 你和大陸不同 起碼是一個表達機會 看看法庭 看看法官 覺得你值不值得慶盤 本身法庭的意義 就是有求情的作用的時候 就是要考慮這件事 本身就是為了政治理念而犯案 然後你不讓他發表政治宣言 那這個是算什麼呢 政治就不讓人說的 政治只不過是高堂上面那些大官所關心的東西 全過程民主 全過程民主就是什麼 他幫你說了事情 你不用管 絕對的獨裁 一黨專政 我們認知公民抗命 是說 嘗試犯完這個法 大家一起 因為這個方法的法律被抓之後 然後就在法庭上發表政治宣言 坐爆那個監獄裡面 然後就罪不責妝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就是 只是我自己的犯法 但是我會告訴大家 透過法庭 你說什麼求情 什麼環節都好 就告訴大家 其實這條法例本身是荒謬的 官你可以照判的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整件事可以很不適合邏輯 現在就沒有了這種機會的了 那你想一下 當你有這個國安法法庭 或者未來還有23條法庭之後 就告訴你 法庭呢 就擺明是壓到你連任何聲音都沒有出的了 你不用想的了 其實很久之前已經是這樣的了 你不要說股私謠 你說47人案 你說肥皓禮案 甚至是再之前 所有那些不知名的手足 全部都是沒有機會去說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 私謠呢 就是剛剛有樓下來的人說 他說 他原來那個大腸癌已經四期了 他之前都說過 他有機會 在監獄裏面中老 這個就是叫做 他已經豁出去了 就是我們經常說 我抗爭顧我在的人 就是你樓下來的人 就是要抗爭 哪怕你怎樣對我嚴刑進發 怎樣用大腦來鎖住我都好 你也鎖不住我的心 讓我走出來我照做照說 這是我的人生意義 他就是他人生意義 所以你給他說一句說話 你說回自己 我就是想要民主 隨時黃泉路上一路走好 結束一黨專政 人權大於政權 人民高於國家 多謝 這就是他最後的說話 我希望祝福阿古 阿古私謠 我和他沒有什麼交往 其實就是 但是他又是一個非常之 硬正的人物 就是你保釣同期來說 有阿牛 阿牛就輕輕 你看到四五行動 永遠都是阿摩哥 阿牛 和顧私謠 三個平牌出來 有兩個已經坐牢了 有兩個已經坐牢了 阿摩哥也是 發全 talk 阿牛 wrestler應該是在美國 對 阿牛 認識 阿牛 abyrinth 就是 即將判刑 他說 你在本案中有計劃 预先联络传媒,事先张扬行动,一心宣扬理念 视选举为机会,激发其他人对政府仇恨敌视 同时又推翻政权 你有多项的定罪纪录,屡罚屡犯 判刑需要阻止其他人访效 以防平和社会再被破坏 判你坐牢,是杀鸡警校,说明是这样 判你九个月 如果最后没有走出来判九个月 他走出来会判什么? 判你煽动,煽动是两年 但我觉得刚才他说了一番说话 坦白说,我觉得他在法庭上说这番说话的作用大处在街上说 为什么? 以前在街上说,他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 这些事情大家都以为是,我天生又有,理所当然 你以前都觉得,长毛,股思瑶,阿牛,社民念,上街说话 每天都是这样做的 每天都这样做,每个星期都看到他 走开,走过天桥,你都看到他叫咪 听到我都闷了,厌了 但是,这些事情在街上看到的时候 你觉得能够走过,眼尾都不稍微 但是同样一番说话 现在在法庭里面说 他是一个受害者之身 他说这番说话 你是不是觉得他含金量高了很多? 因为我们很庆幸香港还有些人 无畏无据 还是为公义发声 他是没有变过 但是 他是为香港整体付出 虽然很多香港人都觉得始终也是这样 很多香港人都习惯了 很多香港人都习惯了 很多朋友都说 有时候你说我浪费一些机会来说 有些人都觉得我是浪费时间 你说来做什么 是不是 整天都有 你喝得咸水 牛不喝水 大概是这样 你吃得咸鱼就抵得渴 是不是 是啊 不要撩鬼拿命 你看看刚才阿古 为什么我都特意回这些时间去说说他 他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 而可能他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 我希望留个纪录 我希望为表娥对他的尊重 对他的尊敬 留个纪录 因为我想 会说他的人 我想未至于没有的 但是不会很多 对吧 对吧 正如 阿社记的平台经常说 要做一个有温度的香港人 好 那我们这一节的时间 聊到你差不多 我们休息一会 至少我们半个小时之后 回来再见 好吗 OK 拜拜 拜拜 拜拜